就是恒量的评价的方向 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而不是说写了一本书 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 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女生如果 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被唐诗送辞 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 都会把庞氏送辞贝的滚瓜来送 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 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 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的挑选男人的标准 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 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所以呢再回过来说 我们教育的评价机制 就是你弄那么多的核心素养 但是你的评价指标你不变的话 人们始终依然会往高考考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